G-A-N-D Oh, Cherokee G-A-N-D Oh, Cherokee G-A-N-D 我可以上山 我可以涉水 可以去地球上 所有有陆地的地方 我有导航到后雷达DVD 我还有望着天空大大的天窗 哦,对了 旁边是个木马人 我一定可以跟上 哦,对了 我还可以升降 如果要求升降 要去做次探险 一定要有灯顶 成为越野之鹰 嗯 嗯 应观众要求我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吉普大切勒基的区别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今天 后面有些人在开工啊 来去旁边讲 原来那今天有点不一样 也不用围着车一直讲了 当然旁边配图之后也会更清楚的 更容易的看出来一些东西 我要表达的东西 今天呢 应大家的要求 跟大家聊聊大切 不是具体的某一个车型 而是车型之间的区别 这样希望可以引出一些话题 但是最主要呢 帮助大家来了解大切勒基的定位和分别 这样在选择的时候呢 应该会更加清楚一点 嗯 几个朋友呢 呃 这个看完一些具体的吉普车型介绍之后呢 都问了同样的问题 那一位朋友呢 就说能不能把所有配置 跟大家都讲一讲 那另外一位朋友呢 就是看完之后每个都不错 但是呢 觉得能不能整体一起来比较一下 讲一讲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呃 首先 当然我前期做了一些功课 呃 想来想去 怎么来跟大家讲这个最大区别 因为从配置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自己 当然我讲的是北美版 你去加拿大官网 jeep.ca或者jeep.com 美国官网 你会配到最后头有点乱 但是说来说去 呃 还是能从中间能找出一些 这个玻璃抽检这样子 波斯抽检里面呢 能找出一些关键的东西 那唐大叔呢 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要确定几个东西 呃 吉普大窃 当然我们买的是他的这个四驱能力嘛 但是呢 他里面是有 呃 他这个四驱和木马人不完全一样 木马人是 这个有一个手动的 呃 自己换高速四驱低速四驱的 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那大窃的话应该来讲就是自动系统啊 从定位上也很清晰了 吉马人 呃 木马人是野孩子嘛 啊 这个 这个 比较粗犷一点 简单一点 大窃呢 是可以说豪华越远 豪华SUV这样的定位 所以他的呃 四驱系统是 这个电脑化高一点 电子化高一点 自动一点 那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大窃的一些我们叫Train Level 就是一些这个级别 那首先从最下面呢 特别版不算的话 75周年特别版不算的话 从这个最经济实惠的就是Laredo 啊 啊在美国的话呢 应该有两驱版本 加拿大呢 是四乘四驱版本 那这里面也 对吧 那是个挺实惠的 四驱版本 再上去一点呢 Limited 那再上去一点呢 其实这个 是Trail Hawk 最新出的 17年最新款Trail Hawk 那再上去一点的时候 就到了Overland Overland再上去呢 就是Summit 登顶版了 当然还有个特殊的 啊 这个 有点像 跑车定位的这样 就是SRT 啊 大致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这些 这些定位 那说完之后呢 从四驱系统里面呢 Laredo是这样子 啊 该不该用吧 用的时候 那咱就用了 不该用的时候就两驱 结束 没得选 也不会做一些更多的调整 到Limited的时候呢 那这个四驱系统 就是可以有一个 可选择四驱了 那可选择四驱的 基本上呢 嗯 有这个沙地啊 啊 有这个泥地啊 啊 这个甚至运动模式啊 就是你就可以选了 根据不同的情况 假如我走到沙地 走到沙泥地 或者什么情况 我自己知道的 那我就可以调到哪 不然我就放到自动这里 让它决定就可以了 啊 简单说呢 这就是一个更更 更可控一点的 然后更加高级一点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Trail Hawk Overland Summit 那他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有升降的 对吧 有升降之后呢 除了升降 这个升降本身呢 就带来了一种可变性 这个大家知道不同的路面情况 啊 假如沙地泥地的话 这个车子高低 其实 呃 再加上四驱刚刚说的动力的调整 这些东西 那会有个更好的组合 所以呢 到了这三个级别的时候 它会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应付各种情况的能力 一下子就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那当然这样出去野外玩的就会更欢乐 所以呢 他们 呃 有了这样的一个 那接下一个比较特别 SRT也是一样 那SRT的话 它也是有这四驱的选择 但是它当然不能升降 而且它的整个调是 其实更多针对公路性的 所以它会有些其他的东西 啊 在一个系统呃整合到这个四驱系统里面了 对吧 像一些SRT的 呃launch control啊 就是这个起步 呃 起步的时候吧 一些控制啊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那这个呢 就不作为这个四驱特别主要来讲的东西 那啰啰嗦嗦说完之后呢 大家就有概念了 Laredo 就是一个用还是不用的问题 啊 Limited 就是一个 嗯 嗯 呃 可以让它决定用不用 或者你决定用不用 用在哪种情况 这样更多的一个人工可以去控制的一个请 一种一种选择了 比一般的车肯定都已经好了几条街 但是呢 呃 在吉普的这种标准里面 它是算是过得去 那再往上面 Trail Hawk Overland Summit 那它们都可以这个呃 配合升降 而且可以选这种石头 爬石头 因为升降了嘛 可以爬更高的更斜的石头了 而且呢 它有低速的 Low Gear的这个这个低速四驱的这种能力了 那最后SRT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那相信这么一说呢 那大家就清楚了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选 那从选项的角度第二又来了 咱们来 Larito呢 它哦 第二个咱们这么来说 其实我觉得大窃啊 啊 这个大轻动机啊 这个四驱车 让人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木马人 它只有一个V6的选项 但是大窃有丰富的三个引擎选项 实在是太爽了 V6的3.6PantaStar 对吧 可以选这个引擎 然后呢 V8的这个HEMI引擎 可以选汽油的这两个都是 还可以选V6的这个Eco Diesel 这是全世界最性感的 这个柴油引擎之一了 啊 现在都放在皮卡上面 也是大家用来用去觉得非常好 实在是太爽了 搭车有这三个 而且SRT呢 还可以选HEMI的6.4P的V8引擎 这个汽油版 啊 所以有四个 其实三加一吧 不要说四 只有SRT可以选这个大HEMI的V8 啊 那这样是一种选择 那回到这个就说了 Larido和Limited 唐大叔个人的观点 啊 当然Larido是只有一个引擎选择 就是V6的3.6PantaStar 这个V6引擎了 那Limited就可以选其他引擎 但是唐大叔认为Limited和Larido这个定位 价位啊 使用的这个 用个V6 3.6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结合去想当刚刚唐大叔说的四驱的这个问题 那 Trail Hawk Overland Summit 唐大叔自己的建议就是 其实选V8 啊 V8引擎 这个 给油就走 然后 你也知道 大家多想这个木马人有V8引擎有的话多爽了 对吧 所以你就有这种奢侈了 你就可以去选这个了 当然如果想要脱力更好一点 这个油耗各方面更好 对速度追求 或者引擎声音追求没有那么那个的 可以选V6的Eco Diesel这个引擎 那这个引擎其实开起来很有另外一种感觉 因为它扭力超大 啊 再配合所有车这个八速变速型的大气 顺便一提 都是八速变速的 那其实是很有感觉的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再结合刚刚说的四驱 那这些问题都考虑完之后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 配置上面和配饰上面的东西了 那大家肯定知道Larido 他连他的问题就是没有PE选项 就是一个步椅的这样的车 拿的买的就是一个实惠 用起来也都没问题 因为加上大阪是四驱的 一个很好的四驱车 各方面这个价位比较合适 那Limited已经有PE了 我一般建议再选个天窗和大的8.4的Uconnect 然后这个带导航也行不带导航也行 这个触屏的 这是已经很漂亮SUV 又有很好的四驱 那Limited到这就可以了 配个V6引擎 Overland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要买这个车最好拿去玩一玩 那当然价位上比Summit还适中一点 真是刮花什么没那么心疼 对吧 那配个V6柴油或者V8的汽油都可以 都是很好的配合 那刚刚唐阿淑说了还是根据你想拖 还有这个驾驶的感觉 这些东西来作为判断 那Summit 其实定位就是超级豪华SUV的一个定位 里面的内饰 那包括最全部克莱斯的看家本领 这个前面大眼睛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可以控制高速上面 在巡航的时候可以控制前车距离的大眼睛 前面防撞的都是大眼睛 侧面有盲点监控 这些东西都可以选 然后等于说360度了这样就对吧 再加上后面的Sensor 前面的Sensor这些东西 然后里面内饰的话 Summit内饰也非常漂亮 所以就变成一个豪华SUV大卸里面 这么一个贵公子的角色 那SRT当然它的定位就是 比这卡焰X5M或者 比这些比较开起来像跑车一样 那有一定的四驱能力 但是是这么公路主要定位的这么一款 一款这种性能型SUV的 大家这么来选择 那我相信这么一说 大家应该对整体有一些概念 那也会有比较 这个选择上面比较清晰的选择了 再细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去讲 对吧 一个一个page来看 但是大家 我觉得做主要判断是这样子 那根据他们的定位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自己最合适的 家庭用啊 出去玩的啊 还是说豪华 还是说要运动型啊 还是要经济实惠啊 这样的话 Laredo Limited Trail Hawk Overland Summit 和SRT 之间肯定有一款适合你 好的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也是难得做的这么短的视频 然后也难得今天终于好天气了 本来我想就着车讲 但是现在 这边有人在搞工程 所以也没关系 我配点图吧 行 希望今天这个时间是不错的 大家看的呢 也比较有帮助 当然呢 最主要是抛砖引玉 引出这个话题之后呢 大家一起在这个视频下面讨论 当然呢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的这个频道的人 记得订阅了啊 然后看完之后呢 如果觉得还可以就点赞 如果真的觉得差最好 就在留言里面这个提东西 不要乱给唐大叔这个东西啊 当然广告的词一定要说的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是BC城 要买吉普的话 大窃木马人一定要找唐大叔了 联署方式 你个案都放在两边的扫我微信夹就可以了 最近呢 也不止最近了 一直有朋友夹我问问题啊 我都只要有时间很愿意跟大家讨论 帮助大家 唐大叔也不是全能的 也是一个吉普迷 首先是第二的话 就是不懂我会去学 还有当然有些资源优势 可以帮大家找一些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些唐大叔只要有时间都愿意 一对一的帮助大家 当然买车找我了 这是我一个营生的东西 那好的 今天呢还是不错的 终于把这个视频呢 做出来了 那阳光在哪里 就在这边说吧 好的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可以上山 可以涉水 可以去陆地上 所有有陆地的地方 我有导航 到火雷打DVD 抬头仰望天空 我有大大的天窗 前面是台木马人 也可以跟上 忘了告诉你 我还可以升降 如果想要升降 必须来一次登顶 一次说走就走的探险 成为越野 指引我快乐的酷醒 城市里4x4 浪漫的越野 所有的风景不错过 我走我走我 大眼睛 in the front on the armor down to earth 盲点监控by my side DDD has got my back G-R-A-N-D Oh Cherok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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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还是V8 柴油还是汽油